对于天下武功为快不破这一说法,相信很多人早已不陌生,其实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 不管是曾经的武侠世界,还是如今的高科技快速打击武器,都讲求一个很重要的字,那就是快,我们都知道,速度达到一定之后,就很难防御了。 提到快速打击武器,也许大家都会想到激光武器,电磁炮武器,高超音速武器等等一些快速打击武器,但其实,还有一种在水里面的快速打击武器, 它的速度比和潜艇还快,它就是超空炮鱼雷。 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武器,毕竟很少有关报道,说过这一武器,其实它是在鱼雷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,只是在原先的鱼雷上加了一点小技术。 可就是这样的小技术,却让传统鱼雷发生了发现腹底的变化,采用超空炮技术的鱼雷,不仅在动力上得到显著提升,而且在打击的力上也有显著提升。 美媒体,趁超空炮鱼雷实际板舰导弹有一款反舰力气,其对航母的杀伤效果,丝毫不逼把舰导弹弱,而其他还可以攻击核潜艇。 其实超空炮鱼雷技术,最先并不起源于中国,而是源于苏联。 苏联时期,为了克制美航母的快速发展,粘制出了这款反航母力气,但是,当时由于技术有限,那时超空炮鱼雷技术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。 除今的超空炮鱼雷时速可达到200节,而核潜艇最快速度也不过只有48节,俄罗斯的核潜艇最快速度也只有这样的水平。 而200节,早已超出了航母和核潜艇速度的极限。 所以,如果被超空炮鱼雷锁定,几乎很难逃脱了,而只是专家称,在没有新的应对措施下,航母和核潜艇根本挡不住超空炮鱼雷的攻击。 专家表示,中国的超空炮鱼雷今年年来,只得了土飞猛进的发展,如今时速可以达到300节,被鱼雷水下东风21B。 专家表示,鱼雷通常会从水下对大型舰船造成致命逆机,等到中国096核潜艇服役之后,这款鱼雷可能会考虑装配到该潜艇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